在德国什么最贵呢人工昂贵的人工迫使他们大量的机械化你看小姐姐是这么下地干活的车子好不好看看座椅都是防震的一边收割一边装载这画面是不是很酷我就问一下小姐姐要是这样开直播你们捧场吗为什么说德国重工呢看看这些矿山设备大挖机一铲子下去能挖二十几吨你敢信吗二战后他们把军工厂改成了工业农业应用所以发展比较迅速吃肥的画面是这样的大罐子后面 集成了很多管道喷头这么大车居然能在农作物地里穿梭将肥料直接摄入根部最后收工自动收缩起来看着是不是有点像变形金刚 二扫机是这样的居然配备了500马力的发动机三个大哥台同时操作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地里干活的都是这些小机器人了 有人又要说了机器把活干了人干嘛呢人需要做的就是在家点点APP然后找几个哥们一起卤串子喝啤酒 吹牛逼全世界都一样通过远程看看机器人是怎么干活的你要是闲得慌的话也可以帮大家打打下手 只要德国人出巢绝对是有强暴症的不只是路边的连河边甚至河道旁的都要清理我们来看看是怎么用机器操作的 路边最常见的是这样的出巢机和T恤刀一样还能够绕着棍子转圈圈 机器不只是要干活还得尽量把活干的干净漂亮隔边的槽是这样捞起来的挖机前面弄了个大金扒 捞出来的槽放在传送袋上然后机器把这些槽一起吃进去最后就这么下了一个炒蛋这蛋也是可以吃的只不过是拿去给牛羊吃而已 继续看一看德国人是怎么用机器干活的这是辆自动铺设管道线路的机器一把堵动的割刀将地面切开 随后管道和线路自动穿入泥土里面后面再跟这个配有履带的小挖机 踩一踩压实这么几十个W的工程就被这两人半天搞没了 路边除灌墨是这样的拖拉机后面挂这个机器通过夜压马达来带动一个大型磨牙棒 尽管是槽还是灌墨统统都不放过直接给磨得稀巴碎这画面是不是很绿很暴力扫地的机器是这样的通过一个手臂来回伸缩这样别说拐落里面可以清理了还能够竖起来给踢踢牙缝说好了扫地居然把出炒的活也给干了仔细看了下出来混只有两把刷子已经不够了你们看是不是这款机器就是模仿鲁之身造的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拔束的只不过他不是直接用手而是弄了两个勺子来挖 就和我们挖冰淇淋一样 先把两个勺子闭合起来操作是通过一个遥控器来完成的控制呢是通过几根大油缸来实现的 然后再把勺子慢慢的挖入泥土里面全是了液压的力量大力总是出点奇迹 先别着急这根树有点大弄根绳子绑一下免得到时候翻掉了 树在移植的时候根部太少很难成活这个大勺子的直径有一米多挖下去后整个泥土一起运轴最后的成活率还是相当的 可观的 然后把树放到之前挖好的坑里就这样树从农村到了城市拥有了一个城市户如果说懒人推动了这个社会的前进那太边际了 但是机械化的发展真是让人变得越来越难闪 在年轻人总是懒得下地干活那没有关系你看这个色拉菜 可以弄个机器来收割 然后再自动传输到车上来分检 把地理的活变成了车上的活 把8个小时的活变成了4个小时的活 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你觉得还不爽就只想躺着趴着的话那也没有关系 机会来了 只要你肯动手摘黄瓜的活可以满足你 把黄瓜摘了放在传送带上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机器来处理了 朋友们再坚持坚持 想了这么多年躺着赚钱的梦想马上就可以实现了 惊不惊喜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